目前为止呢我们先看到是中央将会推出无配券的振兴 而行政院他也喊话表示发现现金的成本 不见得会比发振兴券来的低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相当不以为意 也很算中央脑袋是有问题的 智商可能要检查一下下 而他不满的当然还有就是同住家人在外用餐 不必用隔板或者是梅花做 他认为执行上难度相对很高 发现金不见的成本会比发振兴券来的低 这一样讲的人的智商检查一下 第一点振兴券是一次用 他实现钞票是除非你坏掉了 夹夹头很酸中央脑袋有问题啊 对即将发放的无配券 台北市长柯文哲话说的可直接了 是非对错大家都有一定的 大家都很清楚 你可以辩护 但是不要找那个一看就知道不对的理由 说来说去就是不满意发券不发现金 不认同中央作为不止无配券这件事 还有放宽同住家人餐厅内用的限制 听就知道执行上有困难嘛 坐在一起吃人 你一眼看过去 你知道他是家人还不是家人嘛 所以下这种命令人就是 算了我已经不要失言了 看来北市内用规定暂时不会放松 加上台北市还有不明感染案例 就怕一个疏漏破口再扩大 只不过前一天阿丁部长才温馨喊话 四岁小孩跟爸爸妈妈去吃火锅 那我们火锅店的朋友非常的尽责 一定要求他自己一锅 我心中的时候想说万一这样小孩子 万一被火锅烫到怎么办 那真的那时候也真的说 也许这东西应该要人性化一点 难得在防疫记者会上展现体和柔情的一面 中央喊出同家人免隔板也不是没道理 只是在国内疫情清零前 可容不得任何闪失 借台北走报道